各位大家好 我是Dr.Peter 今天很高兴要来跟大家介绍 加拿大安大略省OSSD 2021年初期学分班 这两年大家都深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同学都没有办法 正常地在暑假期间 安排出国的活动 游学的行程 或者是正式的学分课程 加拿大安大略省OSSD 它是安大略省教育部所颁布的课纲 上完这个课以后 可以拿到正式的安大略省教育部高中学分 这个暑期学分班呢 我们是线上执行 可以让台湾的学生跟加拿大老师 透过线上同步LIFE的方式进行授课 学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享受到 去加拿大校园一模一样的教学资源 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参加的一个课程 加拿大在英语系国家评比 加拿大是排名第一名 他们的教育是世界最好的教育品质 OSSD的学分 取得学分以及它的分数都会比其他 不论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 或者是所谓IP国际文凭 更重视学生的平常表现 我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学生的平时成绩占70% 报告占15% 学生不会受到考试警长的影响 非常适合台湾的学生来做选凶 108课纲 申请入学标准 学测成绩最多只能占50% 综合表现反而变得更重要 占比至少超过50% 也就是学生在课后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学习情形 非常重要 那我们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 英文暑期学分班 提供最好的一个学习历程资料 我们的英语学分班 当然可以让学生 因为在完整的国外教材 国外教师的带领之下 会让你的英文能力 听说读写一次的提升 国外也非常重视 所谓的互动式教学 启发式思考 这么好的原资原味教学方式 学生不需要出口 就可以完整体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就算你未来想要往国外升学 你所得到的这张OSSSD学分成绩单 也是受到国际升学的认可 我们也同时在推动 台湾跟加拿大的高中双联学位 这个是可以抵免双联学位一个学分 未来不管是你在国内或国外的升学 都是很好的辅佐资料 你利用暑假取得这样子一个学分之后 你只要再得到五科 就可以直接取得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 有了这张文凭之后呢 可以享有加拿大本地省的身份 来申请国外的大学 这个好处是非常多的 有关资料的话 也可以进一步的再跟我们来做索取 修我们的暑期学分班 你可以得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学分成绩单 还有Report Card 以及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 台湾办公室所颁发的一个中英文参与证明 这张是今年五月份的香港简报 香港的学生除了自己上香港的课程之外 也越来越多人报名OSSST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可以去衔接国外的大学 而且它的特色就是不需要参加另外的公开考试 布莱斯学院在加拿大是被评比为 排名第一名的私立中学 它在1977年在法国成立 它在加拿大就有十个校区 除了在加拿大之外 它在美国、在意大利以及在卡达都各有分校 他们毕业生的表现也非常的优秀 有90%的毕业生录取新中的第一志愿 85%获得大学所提供的全部或部分奖学金 这间学校获选参加 全球教育伙伴Global Educate 最值得我们向台湾学生推荐的地方就是 它的线上课程是非常的完善 它除了所谓教师之外 它的教学系统 以及它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之间的一个横向连结 跟沟通、跟家教辅导都非常的到位 采用现代化的教材 学生也可以在网站上面直接点选跟你的授课老师直接沟通 让学生可以享有跟实体校园一样的资源来学习 布莱斯学院线上课程系统 我们一进到这个线上课程系统的欢迎画面 在右下角你可以看到这个线上系统同时也有APP 你可以使用手机或者平板都可以直接来观看 进到个人的修课系统 教学平台上面你可以看到有课程内容 有考论区、作业、测验、有它的成绩 老师对学生表现优异的时候 老师所给予的奖章、奖项等等 以及整个其他同学的一个上课进度、同学名单 所以它跟实体教室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是学生的上课进度 你可以看到学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 已经完成了多少 这个部分呢,家长也可以进来做查询 主期学分课程是依照安大略省教育部特纲 让学生可以在课堂和社交场合 提高英语的流利度跟准确性 学生就可以发展成功完成 所有科目所需要的口说表达、阅读跟写作技能 这个对于同学在未来在就读大学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在英文表达上面还有听说读写更完善 是非常值得的 我们总共有两个梯子 一个分别是7月份跟8月 每个梯子都是三周 周一到周五的上午7点40到9点半 是透过用zoom meeting跟加拿大来进行同步连线 上课内容分别是从一开始的阅读文章建立你的词汇量 再来就是指导你撰写各式文章来提高你的写作水准 听力跟口语之间的训练来增加你的交流技巧 选定一本小说来进行阅读并理解 怎么样的阅读策略可以让你更快的掌握小说的重点跟主轴 透过这样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性 听说读写的训练 无论是考试也好 生活也好 升学也好 帮助都会是非常大的 这边是一个范例 zoom meeting在上课的一片段来看 好 你可以看到 The billboard and Can anyone tell me what is the billboard of The optometrist The eyes of the optometrist doctor Eckleberg's thing on You go see the eyes You go see the eyes This portrait on the front is a drawing But it's inspired by the eyes of Dr.T.J.Eckleberg 好 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透过这样子的互动软体 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的答题速度跟准确性 就会得到不同的分数 我们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把上课 就变得有趣增加互动跟深度思考 我们也免费提供无限次的英文作文指导 在右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英文的修改的一个范例 通常每一次的修改 原来的价钱是加拿大币50元 可是我们的台湾学生只要有上我们的暑期学分课 你是无限次数的一个免费辅导 你今天把文章丢上电商平台 老师就会在24小时里面回复你 帮你把你的文章修改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价值性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也可以在老师office hour的时间里面 跟老师进行咨询 所以学生会有非常多的一个资源可以使用 我们的暑期课程是充实又有趣的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底下 同学可以掌握在家的时间 跟国外教师的一个完整线上学习 让除了可以在一个暑假过后 相信有参加的同学 也会获得更多的英语训练跟学习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